字幕直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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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節目時間 直播室有Johnny 歡迎大家Like、Share Subscribe我們新城財經台的YouTube頻道 還有財經直播的Facebook專頁 另外現在有多個途徑 跟我們見面 就是NBO.METRO.HK 就是我們NBO TV的最新網址 記得了 NBO.METRO.HK 今晚直播室有Johnny 當然在這個節目 不少有師傅王偉傑 跟我們指點迷津 這個時間有師傅 Johnny 你好 大家好 師傅 今天看回 近段時間 外圍的股市表現更好 今天數一數 日本指數 印度指數 都在創了歷史新高 港股雖然有少少 但今天整體上的情況 都不差 至少收回18000點 不過今天都是高開低酒 是呀 昨晚的納指和標普 500指數 收市指數又再創 歷史新高 所以帶動港股今天是高開的 恒指高開101點 從上到18000點 早盤最高見到18133 最多曾經升過154點 但下午一度是由升轉跌 最低見到17942 收市都叫做收回到18000上 收了1028 升49點 升幅0.3% 是連續第四天收帳的 但今天的成交 縮回得907億 即是比昨天 一千一百多億 今天只剩下907億 國指今天收報6471點 升15點 升幅0.2% 而科指今天最高 就見到3781點 但收市就收3650 升23點 升0.6% 南向資金今天 只流入9億4500萬 資金是連續七天 都只流入港股 不過滬芯股市 今天都是衝高回落 三大指數收市都要跌的 上證中指最高見到2995點 又是受制於3000點的阻力位 收市部2957點 跌25點跌0.8% 深淨城市最高見到8821點 收就收8673 跌87點 跌幅1% 滬芯兩市的成交 跟昨天差不多 只有5800多億 昨天創了 成交創了近期的新低 但是今天成交 多了一點 多了幾十億 反映湖心股市 入市的意欲 不太強 是的 昨晚一刻我們也看到 美國方面 今個星期第一個重要數據 小飛龍 正正是因為這個數據 所以昨晚美股做得不錯 今天也看到在板塊方面 黃金板塊有所反彈 我們先說這個數據 一會兒再展望 恆子的後市 這個數據是6月份的ADP就業數據 人數降到15萬 是2024年1月以來的最少升幅 市場對於這個數據 覺得不錯 經濟開始有少少放緩 令到減息的空間又增加了 其實都不單止是這個數據 最近其他數據 都昨晚有些其他數據出了 都是差過預期的 好像這個 如果說勞動市場來說 美國6月Challenger的裁員人數 按年升了百分之十九點八 去到四萬八千七百人 那裁員人數增加了 而這個上個星期的 首次新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就升到二十三萬八千人 比預期的二十三萬五千人 是多的 而再前一個星期的 首領失業救濟金人數 就二十三萬三千人 輕微上調到二十三萬四千人 都是增加了 還有就是五月份的工廠訂單 按月就跌百分之零點五 預期就升百分之零點二 那個落差都大的 還有就是六月份 ISM的服務業指數 就由五月份的五十三點八 急跌到四十八點八 低個預期五十二點七 另外就是六月份的 ISM服務業就業指數 就跌到四十六點一 差個預期的四十九點五 服務業新訂單指數 更加是由五月的五十四點一 是急跌到四十七點三 差個預期的五十三點六 所以就數據提升了市場 對於聯儲局九月減息的預期 升到現在的機率 就再升到百分之六十八 上個星期都是五十幾個百分之 覺得九月減息的乘數 但是最新來說已經升到百分之六十八 所以就刺激這個 今天我們見到金礦股 和一些金屬股 都有比較 因為金價上升 而有個比較大的顯著的升幅 是啦 見到今天無論是現貨黃金也好 或者是這個 COMEX的黃金期貨也好 都是上去二千三百六十元附近的 師傅 現在市場方面還有一個 芝加哥交易所方面 美聯儲的觀察數據顯示 九月份的降息的可能性 已經是大家預期去到七成以上 都是一個比較高的機率 金價呢師傅短期 見到有望上升 會看著什麼位置呢 金礦股我們又怎樣看呢 就今天 剛才我們提到 除了金礦股升之外 有些金屬股都升 但是如果相對於金屬股來說 譬如今天我們見到 金礦股裡面 紫金就升了百分之二點四 焦金就升超過百分之三 還有中金國際就升百分之一點五 其他的金屬股呢 江銅就升了百分之一點七 而這個中國鋁業就升百分之二點八 但是我就會覺得這些始終是鋁啊銅啊 都是工業都是工業金屬的 那如果經濟增長放慢的話 那對工業金屬的需求 始終會有一定的影響 反而金價就可能會 真是受惠 對聯儲局九月 減息的預期升溫 剛剛還見到這個金屬板塊以外 今天石油股就開始有個調整 油價方面又怎樣看呢 師傅來緊 因為今天見到803的中海油是平收 沒有升跌 但是157的中石油 就和中石化在補升 157今天升了百分之一點六 都創了五十二週新高 至於三百六的中石化 今天最高位見過五個四號二 都是超過一年以來的高位 師傅 是 因為美國原油庫存的減幅 遠超過市場的預期 因為現在他們美國人的 駕駛去旅行的旺季 對原油的需求增加 所以就令到原油庫存減少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處的數據 上星期美國原油庫存減少了超過 一千二百十五萬桶 是去年七月以來最大的減幅 市場原本預期只減少六十八萬桶 嗯 相片仍有個升勢 不過昨晚我們見到比特幣概念 就有所下跌了 見到在比特幣方面 一度跌穿了六萬元的關口 在五月二日以來 第一次跌穿了五萬八千美金 那麼 BlackRock那方面 之前就說 現在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局面 發生著 可能打擊著比特幣價格 和加密貨幣市場 師傅以往我們說 如果是資金避險 必定會流入黃金 甚至乎是比特幣 或者是其他那些產品那裏 這次反而比特幣要跌 嗯 其實現在市場對於比特幣的後向 都看法是分歧的 有些分析 就擔心 接下來比特幣都還會面對一定的 拋售壓力 因為有一間公司 可能需要向債權人 償還 還一些比特幣 就擔心會帶來進一步的拋售壓力 嗯 好 講了一個大股市的情況 還有補充一點 因為 比特幣減半 雖然大家會看 可能影響就是短空長多 就是減少那個 減半的供應 令到大家都看好 會推動比特幣的幣值上升 但是為什麼自4月19號 比特幣減半以來 比特幣就不升反跌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挖礦的獎勵 就減少了很多 所以那些礦工的日收入 就是每一日的收入 就由3月6日的7900萬美元 降到現在呢 就2900萬美元 降幅都很厲害 降了5000萬美元 因為收入減少 部分礦工就要出售 比特幣去對沖封 所以就導致比特幣 面對一定的拋售壓力 好 大環境我們看了 師傅 恆子來到這些位 今天最高 去到20天線樓上 碟1點 剛剛都已經說過了 下一步 我們應該看著什麼位呢 我們說一萬八千一 那位20天線 今天試過的 那現在怎樣呢 但是收市指數來說 都還是收在20天線以下 可能現在就要一步步來 因為昨天呢 恆子是一度 觸及這條10天線 但是收市指數呢 就收在10天線以下 今天就有些進步 就好像一個 一個學生 但是就進步得很慢 今天呢 就曾經是觸及 升穿過這條20天線 但是收市指數呢 都仍然是收在20天線以下 輕輕啦 今天20天線呢 就在1074 今天收到1028 就比這條20天線低 四十幾點 那要收到一條20天線以上呢 都不是說太困難的 那如果收到 那條20天線 以上 再進步了 那下一個 的目標就是看 那條50天線 50天線 現在就大概在 一萬八千二百八十點 的位置 但是就每日呢 是以 大概成 三十 的速度 是上升的 嗯 那大家要繼續留意了 接著下去呢 師傅我們再看看 平保 今天都有消息 二三一八的平保 原來都要 因為 錄金所派息 他就以古代息 令到他的持股量 觸及了這個提侄 那個門檻 但是呢 他就 用一個比較大的折讓 去收回股份 到底怎樣解讀呢 平保股價會不會因此上升呢 師傅我們看一看這單交易 我又不覺得 就是 這個是應收的 只不過是 足夠了技術 以古代息 那就 令到他在這個 如果 是 的 那 那 呢 那 我 你 我 我 我 所以平保收了一些以股代息之後 持股會由41.4%升到金鎖大後股本的56.82% 所以它都按例要提出強制性的無條件現金要約收購 每股的收購價大約是8.8港元 比起錄金鎖昨天的收市價12.3都折讓28.4% 等如你去買東西,人家那樣東西開價100元,50元買不買? 根本你都不是想買,它純粹是因為按例 而你拿了股權升到超過五成,你就要提出一個強制性的現金要約收購 但是價值得這麼低,幾乎不會有錄金鎖股東會選擇賣給它 所以最後股權持股就增加了,但也不會觸發一個錄金鎖的私有化 這次因為它的持股量已經去到56.82% 所以錄金鎖的財務業績也會併入平安合併告表裡 師傅,會不會是錄金鎖其實是一個現金蛋或者現金牛呢? 因為3月21日就算他宣派了100億人民幣的特別股息 其實看回去年年底,現金還非常之多 嗯,都可以看回去年那個業績的情況 其實業績方面,今年第一季其實去年都倒退了 營業額和股中英佔日利都呈現一個倒退 因為看回去年2021年度呢,他就賺168億,22年就賺差不多87億 但是去年股東英接日利呢? 不是,去年沒有虧錢,賺8億8就倒退差不多九成的 今年第一季就虧了,今年第一季就虧了這個 虧了去年8億7千萬人民幣 那麼就收入也都減少了百分之三十點九 去到六十九億六千萬 那麼就如果看回他那些的業務分佈呢 技術平台收入呢,就跌了四成九 去到二十五億五千三百萬 就佔總營業額呢,是百分之三十六點七 正利息收入呢,就減少了一成五 就落到二十八億四千五百萬 佔總營業額呢,就是百分之四十點九 而擔保收入呢,就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就落到九億二千五百萬 佔總營業額呢,就是百分之十三點三 那麼剛才你提到了,他的那個現金呢 是多的,接到2024年3月31日呢 他持有銀行的存款呢,就是三百九十四億 不過,借款總額呢,是四百二十一億 即是,不是剩現金啦 他一邊拿著三百九十幾億的銀行的存款 但另外一方面,借款總額呢,就成四百二十億的 嗯,是的,大家要留意這一點 他的特別股息的話呢,除權日已經是過了 而他真正派息的日子呢,就是八月份 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還有六六二三呢,就是六控 六金所控股的一個編號 近這兩日呢,他已經升得很多了 那麼,師傅就說,昨晚我們也說過了 可能看中他的話呢,就有另外的一些原因 那麼,今天呢,都成交大的 師傅,這隻呢,有沒有朋友仔去問 或者是部署一下呢? 嗯,六六二三啊,六控啊 是,那麼呢,就看看他那個走勢上來說呢 今天最高位是十三個,今天最高位呢 十二個九號六,昨天最高位呢 十三個一號八,都是很大的上映線 嗯,那就,PE來說我覺得,不過不失啦 不是特別便宜 因為看那個,往直市盈率都十四倍那麽上下 那就,不是特別便宜 嗯,那麼,這個特別股息是否會繼續每年都快呢 那麼,這裏是有個不確定性的 嗯,好,接著下去,師傅 我們到了今晚的重頭戲 那麼,幫大家解答一下一些問題 那麼,問題呢,收集自昨晚的 我們做這個錄播的時間 一些朋友仔的留言 還有呢,就是,我們之後呢 都見到不少朋友仔的留言 那麼,師傅,阿森汪問你,267 啊,267隻中信股份 啊,可不可以買? 什麼位可以入? 啊,這些位呢,就尷尬一點 因為他現在就,啊 他條五十和一百天線呢 都大概是在七個四、七個半附近 那麼,今天都見到呢 就最高去到七個四 似乎都未來夠突破 仍然是受制於一百天線 那麼,如果,啊 近期他的低位呢 曾經落到七元附近的 最低呢,上個星期見過 六個九三 那麼,如果你七元邊買 啊,初步目標 看回七個四、七個半 這個代住先的目標啦 那麼,都起碼有四五毫子 啊,水位咯 啊,啊,啊,啊 那麼,如果升川 站穩七個半的 那麼,你就可以再 啊,啊,看高一點 啊,看到七個八 就有大概一成的利潤了 啊,那麼,如果七元買的時候呢 呢,指摘位就可以放在六個七 好,接著呢 CYPR,他們說 2121 昨晚呢,也有很多朋友問 今天這2121 是否還可以翻兜 還是買20呢 今天這20 啊,不是啊 技術走勢呢 創生期只差了 師傅 是啊 那麼,昨天其實已經是差了 昨天也跟不上 雙湯升 雙湯升 他都沒有份 昨天還要呢 收市價再次跌穿回 20天和50天線的 他的20天和50天線呢 昨天呢 就在大概 4.96到5元 那昨天收4.91呢 昨天已經是跌穿 20天和50天線 今天呢 就進一步下行 最低呢 就見到4.58 一跌穿了5元之後呢 就出現一個 那個沽壓呢 是進一步加大 那所以呢 走勢現在又再次呢 是站在5條移動平均線以下 RSI也都跌穿了40 那麼 代表走勢是 轉回弱呢 暫時就不適宜去買了 嗯,不如看那20 那昨天呢 我們也有些朋友說 如果上了那個路 那之後看多少呢 我們回答了 看1.75 今早早呢 最高位是去到1.67 那還有沒有機會再上呢 師傅今天呢 這雙湯 是在這個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面呢 發佈了他們的 這個 可控人物視頻申請大模型 叫做VIMI 嗯 那究竟他 這兩天的聲勢 是否因為那個 大會的刺激 那開完會就 沒有了刺激 會不會是檀花一宴呢 那就要再 繼續看下去 你當他呢 現在 因為那個 那個昨天那枝羊竹呢 那竹身都幾長 昨天高低位 高低位成兩毫一指 最高一個六毫二 最低一四一 那所以 就算 接下來還要再升 上市一七半的話呢 他都可能要先做一個整固奇形 那有貨在手的朋友就看著 那個整固的話呢 就不應該跌穿過半 如果跌穿過半呢 就會破壞那個奇形的形態了 那如果要買呢 會不會在一個五毫半樓上 一五五樓上好些呢 太高了 太高了 我覺得你現在 你知道 那些雙湯呢 又是慣犯來的 就是 你又不知道 這次 我們說 這兩日升呢 就是因為那個大會 人工智能大會 但是 如果 曲中人傘 開完會 沒有了這個刺激之後 會不會又 固態復盟這樣 走回弱呢 那這個我真的擔心 因為你的往績不好 是慣犯 就算要買 你駁它來整固 其實營落到過半的位置 那就 反過來用過四來做止蝕 就是用昨天的陽觸底部 一毫子來做止蝕 據說 這個雙湯日日身大模型的能力 可以通過一張任意風格的相片 就可以生成和目標動作一致的人物類視頻 還要支持多種驅動方式 可以通過已有的人物視頻 動畫 聲 文字 多種元素 進行一個驅動 我也見過 有些人 將以前 皇帝的畫像 變成真人AI化之後 感覺真的不同 看看這個應用 也是他們的GCAI其中一個應用 是不是真的這麼受歡迎 以及是不是可以賺到錢 師傅 好 接著下去 Picky問你 700現價可不可以買 騰訊 700我們都說360到400元 這40元的區間上落 現在這些位置我又覺得不太吸引 你等他 如果你起碼落回380以下 最好上個星期 今個星期回來 最低見過365 我想你接近370那些位置買 去到 不要看到 暫時未必有力 只剩下400 390 你起碼都有 20元的水位 跌穿 370的話 長方形 這個橫行波動區間 就是360到400 跌穿360 10元就做指洩 好 10元指洩 接著1024可以再上網 什麼位置呢 就是快手 今天呢 其實有大行唱淡的 是啊 所以今天的走勢都差的 高開低收 穿頭破腳 似乎升到去 接近48元已經 見到沽壓了 而且呢 他條10天線呢 今天就在 47元那些位置 今天呢 就高開 升穿 穿條10天線 最高見到 47.8元 但是呢 就收 就收 44.8元 嗯 真的不要賣了 如果有貨 是不是要先走了 啊 他上次的低位呢 四月的低位 就是44元 如果你有貨 就看你什麼位置買 如果跌穿44元 就用那個位置來做止洩 嗯 2899元 請問上面可以看多少 Wonderful 紙金呢 今天收報就是 17.32元 嗯 先看這個18元 再看這個19.5元 嗯 嗯 蘇文就問一三五 坤輪能源 可以什麼位置入 嘩 坤輪能源今年不升不升 都升了三成幾 好像我們說 石油股永遠都是漏了 嗯 嗯 他終於突破了 這個 七個半至八個三 那個的 長方形的頂部阻力 那麽呢 那麽呢 之前我們也算過 如果他突破了八個三之後 糧度上升目標呢 就看九個一 那麽今天最高九塊零一先 就如果 你八個半買 先看九個一 再看一下有沒有能力 就是糧度上升目標就是九個一 但是有時候呢 那個動力 如果上升動力是夠強的話呢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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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留在八個半的位置 先看九個一 再看九個半 那麽呢 那麽呢 用八元來做止蝕 嗯 好 《規花洛》呢 問問師傅 九一六 龍源電力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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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可以玩的 七個九啊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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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元 7.1元買的 現在是賺6號 指賺位可以放在7.1元買的 指賺位就用7.4元做指賺 接著,謝謝問941 中移動,短期上網看多少 說,今天高位都回落 我們是2元2元這樣看 師傅 過去三個交易日 都去到接近79元 就開始見到有些回套 因為始終 之前 六連陽這樣升 拋離條十天線 都有一定的距離 通常我們說 如果你的股價 短期累積升幅 有一定的累積升幅 拋離條十天線 有一定的距離 就會產生拉力 那它十天線 昨天在75.3元的位置 昨天最高到79元 都偏離十天線 差不多5% 三個多人錢 所以今天就開始出現一個 一個回調 和整固 但是我想 是透氣 六連陽之後 透氣 如果接下來 我會先看80元 這個目標 是的 80元的目標 好 到Garry 又問1810 幾晚都有朋友 保持著問 今天1810是怎樣呢 18個月有貨的 嗯 那就要等 昨天我們都說 預計十七個四左右 會有阻力的 因為它十天二十天線 就在十七個四左右附近 那今天最高到十七個謠然 就上不了了 收線又落回十七萬樓下 收十六個八號四 那就繼續等 只要它不跌穿 十六個三 你可以把那個 本來我們看十六元 但是呢 如果近一點的一個防守位 就是會看回十六個三 嗯 好 跟著一會就問問 師傅 902 這隻就是華能國電 跟著和916 還有一隻1012 這隻就是龍擊 這隻1012是什麼 看一看 是啦 那他就問 沒有1012這隻股份 是啦 那他打錯了 問應該買哪個好 是不是1017 沒有啦 都是問一些電力股的 問應該怎樣選擇 呃 呃 916來說是 相對升得少的 還有它有 之前我們也說過 有媽媽住一些 電力資產進去的 那個的概念 那可以 就是 就是 減回916 那 但是都 要等了 等它下去 啊 20天線附近 7.4的那些位買 那先看回 近期的那個位 8.8.1 那你都起碼有 6毫子 7毫子那個的利潤 那如果7.4買 就專門7元就自洩了 好 接著呢 初初抄就問一隻 148 還沒有貨 哦 建韜集團 可不可以入幾錢入 那不如看一隻188 師傅這個時間 哪隻強 建韜就 就 就 形成了一個 長方形 就是 十八二十一 就是 說人家十八二十一 啊 十八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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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就 近期那個 嗯 如果你想買的話呢 我覺得都OK的 因為 距離二十一塊 或者二十個零半 你都有 超過一成的 那個上網空間 如果去跌不穿的 在那裏 就是 橫行的話 那你挨近十八元買 去到二十元 到二十個零半 啊 啊 額 額 啊 額 啊 我就看一隻 一百八百 跟他走勢都好像 啊 師傅你看看 不過呢 不過呢 一百八百 兩個走勢 就好像 父子母女一定DNA 有些 啊 有些 啊 不過 啊 不同的就是148除了拿著1888它拿了多少股權 除了拿了73.8%差不多74%的1888建都積層板 建都積層板那個利潤都會是反映在這個148上面 但是148本身還有其他化工的業務就是建都積層板沒有的 它兩者的股價的分別很多時候就是看積層板以外 其他化工產品的業務的表現 企圖問師傅三百六隻中石化 我記得是有課 如果升穿五個二毫八 問師傅應該上網看多少呢 那真的升穿了 中石化 那看多少再上網 那個 他應該是今天除了 是不是這兩天除淨 7月8日 下個禮拜才除淨 那就派兩毫二指 那他也在賺五個二毫八入 那如果兩毫二的成本就是五元零六仙 那如果計算那個量度上升目標呢 就是 差不多可以看到五個八至五個九的 但是當然就不會說一步到位啦 因為距離得遠嘛 你現在今天收五個四 同五個八、五個九呢 都還有整四五毛次的差距 那會先看五個六 再看五八半至五個九 那到時候你就減回7月8號除淨之後呢 就要在這個目標上減回兩毫二指 那如果是五個六的話呢 減回兩毫二指呢 就是五個四 那麼八號半至五個九 減回兩毫二指就 大概五個七 好 PP就問師傅 啊 三九六九 中國通號啊 這隻都 小人民啊 平時 他說三三六買的 三個三毫六 現在就賺一毫子 師傅 上網多少 這個又要等突破啊 是 那他 如果 確認突破 三個四毫三呢 其實這兩天就 輕輕升穿的 但是都是要 最好看多收 連續可以再 第三天呢 收到在三個四毫三 暫時就兩天了 看多一天 如果確認是突破 三個四毫三呢 那就可以 量度上升目標呢 看到這個三個八毫半至三個九 嗯 三百半到三個九都可以 好啦 跟著下去呢 就是到 三九八三 可不可以入 問問師傅 這個是中石 中海石油化學啊 這個是 Christine 問的 做得很漂亮啊 為什麼他們選一些股子 真是不錯啊 師傅選得 但是呢 我怕呢 他今天都升到兩四半 最高收兩四一 之前的高位五月呢 就是兩個半 那通常我比較忌忌的呢 就是雙頂的嘛 第二次上衝 這個前高位呢 很多時候都未必破到的 那就要回落扭解 再消化整固 然後第三次突破呢 那才真是再破位向上衡啦 所以就不要太接近兩個半的那些位去買啦 看回我想 下這個兩個三毫半的那些位買 那就算 衝不破兩個半 你也有紅半子的水位可以轉身啦嘛 衝破那你當然就可以把目標就上移啦 那就如果衝破兩個半的話呢 啊 就可以 如果你兩三半買的 你看兩個六 那你也有 大約一成的利潤啦 啊 兩三半買的話呢 就用這個 兩個二毫半做止善啦 好啊 師傅 有人問呢 可不可以說一零七二 一零七二呢 就是一隻東方電器 跟著呢 他還想說 問一隻2331呢 李寧可以多賤入 哇 為什麼選一些原頂的股份呢 而且一隻李寧呢 都不斷破底 那麼昨天呢 就有消息就說 李寧可能會珍持 但是今天也沒有用啊 這個股價 是啊 就是東方電器1072呢 其實我看回這陣子的電器設備股呢 就不行的 反而就 是 資金追捧呢 電力股就不是電器設備股 我們見到1072啦 東方電器啦 哈爾濱電器1133啦 還有2727 這隻上海電器呢 走勢都是偏弱的 1072其實正如你所說呢 這個圓頂 啊 凹凹下來 那就估計已經跌穿了10天20天 和50天線 可能都還是會 繼續下行 有機會下市 10.07 試回這個 5月24號的低位啦 因為今年第一季呢 它的業績都倒退的 營業額呢 就只是 微增 2%左右 但是股東英佔進來呢 就下跌了11% 賺9億0500萬啦 嗯 好 那兩隻都不要買了啦 另外呢 2338 遺柴動力啦 Yunis呢 就問師傅可不可以買 咦 站在250天線邊 你又要等啦 不要買住啦 是吧 今天呢 這隻中國重器都不行啦 師傅 是啊 還有就是 過行只是四年收市四年升 但是它就三年跌 下年續三支陰燭 今天 昨天和今天升市 或者這三天的升市呢 它都跟不了都沒有份 那就是 代表的走勢是都幾弱 現在就怕呢 250天線12.8呢 如果確認跌穿呢 就可能會 試回12元的支持 那麽就不要急著 不要太急著去買啦 嗯 我見到呢 有些大行就說 三八零八 中國重器 真是同一個都是那些基建板塊 說他們呢 那些重卡呢 是供過於求啦 已經是 嗯 那麽都見到呢 之前強勢的 機械三寶呢 很明顯呢 就轉回藥的 好像中聯重科呢 你看又是 整個圓頂凹下來 走勢 我想這個呢 其實反映呢 資金輪動的情況 其實不是說 那個行業本身有些太 當然你說重家可能那個銷量 那個增長放慢啦 但是其他那些兩隻 譬如說這個中聯重科和這個圍柴 那本身那個基本面又不是說很大的轉差 我覺得就是因為 五月升到比零碰碰碰 從低位來說呢 今年去到五月的時候呢 升了超過一倍的 那你現在是不是一直反復回落 是啊 那另外那隻 六六九零也是的 那個跌勢都還好似 還未完 因為之前累積 累積升幅 但是累積升得多 這隻可以自家呢 如果未跌完就真的不要碰了 然後有朋友問了 這隻3323中國建財 咦都好像是 對了這幾天都說那些水泥股強發一點 那就炒菜 但是都是受制住條五十天線 師傅 怎麼辦 3323可不可以買 五十天線就在三元零四的那些位 所以今天高位三零五 現在你買下去呢 你又怕 突破不了五十天線呢 又一買就給他可能 即是如果受制於五十天線回軟 不如你寧願 預計他升不穿的五十天線 回軟一點 下去二十天線附近兩個九才買 那你再衝這個五十天線三零三 三零四 你都起碼有 一毛多次的水位 可以轉身 我們買股票的時候 你要計算有沒有位轉身 如果到時候 那個bonus就是 如果他能夠升穿五十天線 三零四的企穩的 那麼上網這個 三一半至三個二 那麼你就 有一個 起碼 如果你兩個 九買 那麼去到 三一半三個二 那麼你都有接近一成的利潤 那麼兩個九買的話 就用 兩個八做止洩 有人問 八八三好 還是八三六好 買中海油好 還是買電力股 華潤電力好 師傅 我電力股真的不敢了 因為他的頂背時背了很久了 而且他現在 其實都今年以來 升了不少 但是你說 那個 因為中海油很多時候 就是會 受到油價影響的 那麼油價呢 我一直看法都是 利好利淡因素並存 那麼如果出現一些利淡因素 令到油價回落 而那個中海油的股價 又跟著油價 回調的時候呢 起碼比較容易有個 低回調調整了的 低位給你去買入 那麼如果現在我覺得 太有些偏高了 都是回近二十天線 因為看過去一個月呢 他的股價都是 每次升完之後呢 都會回視接近二十天線的支持 二十天線現在呢 就在二十一個九六四 就是說呢 都要接近二十天線 就是二十二元那些位 才吸引 好 看看先 九三九 Alan 我們昨晚也有回答過 見行啊 他就說什麼位可以再入 麻煩你 咦 又破了頂了 今天 再入呢 他最近一直升呢 都會升到差不多 回視回十天線 和略川條十天線 十天線就是五個三無六 如果略川的話呢 你預算是五個三無二 五三無二才好 1478 丘太科技阿森就問 可不可以買 咦 不好了 我又是怕什麼呢 怕他慢慢回下來 如果要回到四個四毫八 落到四元 現在已經落到四元了 已經不見了 差不多一成了 師傅 都怕二十天線 四元的支持位會失手 再看看 KC就說78元買了一隻 新洲國際2313 如果反彈 接近成本價錢 要不需要走了 雙頂要啊 因為Nike的業績差一個月期 拖累到一眾那些 體育用品股 都被拖累的 新洲 他的客戶都是 這個Nike 所以都拖累了股價 另一隻 韜博 也是 因為Nike 而這個星期二 就一度是 滾到下去3.3 然後才反彈 所以呢 如果2313 彈回到 十天線都上不了 十天線現在是77.7 如果你每一天下來了的話 可能你77.5 師傅 有沒有 沒有啊 昨天 和今天都見到最高 都是去到77元左右 昨天最高77.3.5 今天最高77.1 所以如果再有77元 如果你78元 買書 過多人錢 又不是 太大的 幅度呢 如果有77元 都適宜走先 嗯 好啦 那麼今晚節目時間呢 我們先到這裡啦 師傅請你深度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港度的股份 都沒有的 沒有的話呢 我們明晚再和大家進行直播 今晚時間先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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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